这部影片的拍摄日期是大概是在去年4月复活节假期的时候 影片也是我交到朋友前最后一部自己过生活 自己煮饭自己逛街自己吃饭的影片 真的很怀念当初自己这么简单平凡的日子 每天在超市里面开发一些新的食材 然后逛德国超级的便宜但是又有机食材的超市 其实德国的超市是我回台湾后最想念的地方 可以在超市里面挖各种的宝物 真的是每天都有不同的惊喜 然后我最想念的就是德国的面包 真的很怀念以前很单纯简单的日子 今天直接大采购一波 生蚝7.99 鲑鱼 草莓 辣蜜瓜 果酱 它这边其实整个都是零耶 都还没刮 好了我觉得我已经好了 我来清洗一下就完成 乱不堪的现场 鱼铃堵住的吸收槽 漂亮的鲑鱼 我现在差不多要进入专业料理时间 我要做鲑鱼奶油 菠菜 开始 żed engagement 哇 好爽喔 好好吃喔 太好吃了 為什麼可以這麼好吃 難怪台灣多人要改名叫鮭魚 因為鮭魚真的好好吃喔 鮭魚這樣很香也很好吃 但是我這樣拿起來吃的時候 真的超臭的耶 太好吃了 OK 吃完了鮭魚 現在就是生蠔的turn 這真的很屌欸 還有送一隻大國製的獲勝好的刀子 幾顆啊 1 2 3 5 6 7 8 9 10 12顆耶 都很大耶 看它多大 超大耶 很誇張耶 我是覺得這樣很划算耶 包 我可能明天要再去買一次 這次有難度喔 旋轉旋轉 為什麼 它真的會斷 我覺得 行耶 給力一點喔 開了開了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它真的有點太大了 你知道嗎 它真的這個 太難了 這真的不是我的問題 你看 它這個備註多大 我真的沒有看過這麼大的喔 我是個辣差的欸 這個在菜市場工作女子的人生 這個覺得 哇 媽很屌欸 這一次我買的生蠔都好大顆 所以它比較難剖開 真的不是要幫我自己找藉口 而且它備註都很大 所以真的很難 然後 它會很難剖開 比較小顆 小顆的就真的會比較簡單 好像還沒了 伯蒂現在看我的影片一定在那邊嘴說 阿不是很常說 我會幫忙破喔 現在有一隻蒼蠅在炒我 Oh my gosh 手流血了 其實因為我們平常在剖生蠔的時候都會戴手套 不管了 先吃一個看起來沒有那麼新鮮的 把這個備註刮開才可以吃 很好吃欸 嗯 嗯 我決定我要再去買一盒 太好吃了吧 其實 生蠔的時候也要看它這個期間是肥還是瘦 然後它這個程度的生蠔 就是在跟我阿嬤說 這個時候藕很肥 就是生蠔很肥的時候是差不多那個等級 好甜喔 好好吃喔 這邊總共有12克 我剛剛在考慮說 我要今天把它們全部剖完 還是要留一點 但是我又怕它們明天會不新鮮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還是把它們全部吃完好了 繼續剖 哇哇哇 Oh my gosh 它真的很大欸 終於完成了 我媽剛剛說叫我要喝點酒 所以我剛剛就拿了之前的德國啤酒 好爽喔 先來吃一個小的就好 嗯 舒服舒服 好好吃 啊 太好了 嗯 超大 超爽 嗅嗅嗅一下就沒了 超重喔 隔天中午起床 我就煮了在超市買的即時墨魚燉飯 然後因為前天煮的那個鮭魚還有 所以我就想說把一塊鮭魚放在上面 就是讓整個墨魚燉飯 比較豐盛一點點這樣子 然後你自己煮過燉飯之後 你去外面 你就不會嫌別人燉飯上的慢了 因為它真的要很有耐心的一直嚼 才可以把那個汁收乾 但這個墨魚燉飯比我想像中的還要補黑 因為煮起來的時候真的很黑 可是它口味蠻鹹的 這也是我第一次沒有把飯吃完 我剛剛去做這一道 這一道的名字叫做Presciutto Wrapped Cantaloupe 中文應該就是那種哈密瓜生火腿 哈密瓜煙燻火腿之類的 這邊超市的哈密瓜其實在特價的時候很便宜 大概才1.1歐 然後這邊超市就賣很多那種各種生火腿 所以我最近很常在做這一道菜 這裡的哈密瓜超級甜 很好吃耶 最後一個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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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